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的包片是400余户 我分管的包片将近700户 基本上所有居民的电话 微信都在我手机里 他们要找我的话随时都能找到 我觉得2022年是一个奋进之年 可能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移情防控工作 应该是从11月初开始直到12月初 这段时间可能对于我来讲 可能对于所有的社区来讲都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之前的防疫工作是属于对于风险人群 按户隔离执行防疫政策 这次直接面对的是疑似病例 甚至阳性病例 让我们说出来一开始确实措手不及 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都是直接性的转变 当时其实出现阳性病例的时候 这些人会很紧张 会有无数的问题去来向社区咨询 每天都会像潮水一样涌到微信上 或者手机上 我的手机基本上是一天都是不停地在响 一天接上百个电话 甚至好几百个电话 基本上每天18个小时的工作 夜里头熟久寒天 跟外面发抗原 带入核酸一转就是搬休 在居民最无助的时候 尤其是在他们最恐慌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既是他们的贴心人 又是他们的传话人 我给我自己的一种信念就是抗住 一定要抗住 2022年最令我放松的时候 应该就是咱们防疫政策的调整 从12月初开始正式撤销卡稿 不用再查验绿码跟70小时核酸 像今天的新政策是已经转成已累了 我是非常高兴的 政策上讲可能是能松口气 但是我觉得从我们现在的实际工作来讲 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反而任务更重 我们永远不会退场 我们只会转变角色 您好 社区呢 这是给您送防疫包来吧 我们就不进去了 这里面咱们有口罩 完了有抗原 转变角色以后 首先要为居民做的事情就是宣传 让大家正确地进行自我防护 自我就医管理 自我健康管理 我要了解居民的虚情 我有时间去精细化地去满足 像包括我们入户 来送一些防疫物资 防疫包 每天询问老人的健康情况 行动不变的 或者是高龄的 这些的这个老年人 采取这种上门接种疫苗的这种便利 便利的方式 对于2023年 我也有自己的小目标 希望明年下去的居民 这些我们可爱的叔叔阿姨 因为身体健康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社区工作者 我们离居民是最近的 社区的工作多而复杂 但是在居民眼里 那是非常着急的 无论事情大小 你帮他解决问题了 他脸上的一种微笑 是我最大的满足 感谢观看